十多位農民在人愛鄉頂頂主校培董下 臣奧立委馬文君向母廠申請 這頂農民都是人愛鄉能秘訣 在高山地區政策高山地 或是人家的辛苦人 這幾年來 人母教透過青十星祖任地的方式 共濟處地 甚至採取法律所上方式 要收回他們政策30年的任地 因爲馬文君所扣是 這些人母教是真無人情義力 從來都沒有考慮到 讓我們這些農民以後都升級準亮 老百姓還要考慮 才知道說 上面他們三個發官 還再來 庇國、援國、律師 這樣 這時候各位爺爺 還要召喚的就能笑死他 你不要每個人說話 你政府就告 我說最多的就是領務主出行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希望說 你可以用一個妥善的方式方案 我們現在只能朝這樣做 我也只能這樣做 農民表示 其實很多土地經由專業 單位打頂兵沒有敲衡利用 人母教職堅持打冠士 影響傳傳帝也表示 農民都願意配合造人 人母教職沒有願意 讓大家一條生路 證明是沒有超限就沒有犯法了 為什麼還要開始要訴訟 要開始告 要畫這麼多圓的往前 何況那一塊全部是 已經可以說像那個 蘋果樹的森林了 土壤也不會流失 我們也願意合作造林 他就不會跟我們配合 他要造林 我們可以替他造林 還要讓我們看 九年、六年的時間 慢慢讓我們專業 這樣不是雙營 因為農民真正的問題 杜索已經進入數法定數 在不可以改進的情報 也問君表示 只能透過行政救济方式來萬求 也問君之出 做林是好的 但是這些農民在英雄川政組 有他們的歷史背景 林武教應該出口留給農民一條村落 不是當不當就用國家主委 跟八成打官司 林武教也沒有能力 在第一時間來大陵造林 讓農民一段時間慢慢轉行 這點 他總共勵要求林武教 拿出盛當的配套促使 接下來王朝聖蔡方報道